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警告 由于俄罗斯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引发了自冷战以来 世界首次出现核灾难的风险 在美国总统此番言论后第二天 当地时间周五 五角大楼表示 不会评估普京总统 此时已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 发言人称 我们的政府和国际社会许多人 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种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是鲁莽且不负责任的 他补充道 目前美国没有任何信息 可以改变战略威慑态势 美国继续非常认真的 对待这些核武威胁 并将继续监测局势 据了解 美国目前仍然没有看到 普京正转向使用核武器的有力证据 也没有任何情报表明决定这样做 但拜登前一天的言论 反映了拜登政府内部 对俄罗斯在乌克兰 进行核打击风险高度担忧 俄罗斯军队最近在乌克兰 面临一系列失败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